《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去年12月8号就开始 有一些社交媒体传出说武汉出现了新型疫情 被叫做武汉肺炎的 这个武汉肺炎不仅得病的症状和2003年萨斯非典像 这政府防疫部门的反应也非常相似 卫生部门非常专业告诉大家说 没有人传人 轻描淡写 泰然自若 政府最拿手的是什么 捉拿传播信息的人 对于政府来说 只要消灭那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人 问题就不存在了 但是这谣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医院已经不再泰然自若了 政府的稳我手段 你拿警棍 你放催泪瓦斯 对于病毒也不好用啊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多日 终于判来了 从缅甸载域归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 国家主义习近平昨天是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 下达了最高指示 说这春节期间呢 大量的人员流动 做好疫情防控十分紧要 要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马上跟进了 要跟世界卫生组织跟有关国家港澳台要沟通协调 坚决防止扩散蔓延 习近平是没有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大家就不包括在座的咱们这些人民了 他是说的那些政府了 要加强舆论引导 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看来人命并不关天 稳定才是中共最要紧的事 习近平讲话之后呢 武汉肺炎的病例迅速攀升了 这已经纳闷了 哟 这人民领袖讲话巨大威力 是吧 让这些病毒无所遁形全跑出来了 还是原来就一直在隐瞒疫情 现在是捂不住了 才惊动了日理万机的人民领袖呢 我们看一些数字 去年12月8号最早传出有这个疫情 政府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辟谣 在无法得到官方的证实报告之前呢 或者准确说是没有得到中共宣传部的批准之前 官方媒体却无声 12月31号开始 武汉市才开始正式的发布一些疫情的通报 在31号当天就说有27例 三天之后这个数字就上升为44例 1月9号新华社披露说 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病例的病原体 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也就是说跟原来的这个非典的不一样 那么11号之后呢 病例就基本维系在40多例了 就是差不多这个这么多天过去呢 就一直40多 40多 这似乎在释放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这个传染病没那么凶险 或者说就算有传染病也被有效控制住了 然后从公开的报道来看 也就是这个时期啊 香港发现了类似病例 那就打脸了 你不说不能人传人吗 那香港人怎么跑到你武汉的那个 这个野货野山货市场去了呢 看来是人传人开始了 新加坡香港的 就开始对武汉过来的乘客进行检查 美国当局是1月17号 就是上个星期五开始的 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几个主要机场 就是跟中国比较多的乘客往来的机场 采取类似的措施了 咱们回忆2003年这个SARS疫情 中共政府的应对 跟今天有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政府的报道和预防措施总是落后于民间的反应 当年是广州社会传言迅速增多 春节上班后第一天 年初八开始 一条短信三天之内被转罚一两千万次 就是说有一个不知名的传染病 那么两天之后 白醋把南根就给卖断货了 好多广州士兵打滴 满城市跑去找白醋 但是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在辟谣 原来社会的混乱和政府的淡定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实际上这个疫情 不是春节之后出现的 2002年底就开始出现了 为了保春运稳定嘛 就一直隐瞒不报 这个正是谣言 才触发了政府不得不出来解释的 也是让世界开始注意到中国发生了什么 当时香港卫生当局因为相信大陆的疫情报告 你说这个香港跟广州人员交流最为密切 应该是很重视才对吧 是吧 没有 相信广州说你说没病就没病 一直到后来香港爆发疫情了 紧接着呢 有一名在香港染病的美国人死在了越南 还把这个越南医院的医生都给传染了 是美国人一死 国际上才真正的重视起来了 而中国方面也发现实在瞒不下去了 只好正式向国际卫生组织求救 但是中共政府方面一直到了4月3号 当时的这个卫生部长张文康还宣布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他不说消灭 他说有效控制 到中国旅行工作呢 是安全的 但是当时的美国布什政府已经下达了 叫13295行政令 对于SARS病啊 他可以把它添加到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进行隔离的疾病名单当中 就说你如果是得这个病 你说我不去看病 不行 因为你得这个病会危害公众安全了 那中共真正动员起来是什么时候呢 是就有点像一动员 它就跟那个政治运动一样 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是因为SARS传到北京去了 中央领导的家属开始患病了 当时中央高干的就开始了外地逃难的行动 北京火车站、机场逃难的人 人满为患 到了这个份上 温家宝才代表国务院代表党中央出来 来了一个告示 跟今天的人民领袖的告示一样 要控制这个疫情的传播 我们看时隔16年了 依然那么多相似之处 这次也是12月底传出疫情的 也是卫生部门泰然自若很淡定 然后由政府出去辟谣 然后呢碰上巨大的春运开始了 政府部门的反应跟当年的那个一贯的一样 先掀雾盖子 私下解决 把所谓的这个稳定 始终放在人民的知情权乃至生命权之上 也是等到境外出了事了嘛 等到疫情传到北京了嘛 国际影响和中共领导层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了 它才会动起来 最高领导人才会出来讲话 这就可以解释我们在节目开始提出的问题了 为什么人民领袖出来讲话了各地的病例 呼呼啦啦都冒出来了 这就是中共官场的现象作怪 武汉出事 武汉盖盖子 只要事情不搞大 乌纱帽就可以保得住 不光是自己的乌纱帽呀 从地方从武汉到湖北省到中央 一个派系一个山头上去的 总有人在更高的级别上 还有不同的部委给你出头说话 咱们举个例子 你江苏无锡 2007年不是闹了一个太湖蓝藻事件吗 当时无锡市委书记是谁 杨卫泽 面对这么巨大的公共安全事件 他兜不住了 超越了地方主管控制范围了 怎么办 省委书记李源潮过来打原厂给他保下来了 为什么李源潮保他呢 保杨卫泽呢 大家记得薄熙来下台那个大事吧 当时周永康另计划 李源潮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后来又搞了个叫做全体中央委员 对常委的秘密摸底投票会 后来被中共定义为是阴谋推翻中央 所以李源潮跟周永康 你说什么 是死党的哥们 杨卫泽呢 早年为周永康兴建豪华故居 也深得周永康信任 所以你看什么 是一家人自然要保 所以李源潮跑去乌西拿一瓶矿泉水 说这是太湖水 你们看我当众喝下去 没事 给这个乌西站台 后来国家环保局出一个报告 明明是污染的原因嘛 对吧 它来一个叫天灾加人祸 来淡化就是无锡市的这些责任 后来媒体也出面歌颂 领导处理问题如何果断 然后再由公安部门把太湖卫视 民间环保人士吴立宏抓起来 把这个制造谣言者给抓起来 这个事就算平了 不光你看广州SARS其实也这个思路 当年的广州省委书记是谁呀 张德江 他当然知道自己辖区出了这么大的事 对不对 但是一直隐瞒着 一直到当时广东出去的最高法院院长叫肖阳 从自己女儿口中得到说广东出了这么大的事 才找到了江泽民 这个张德江就瞒不下去了吧 但是你想 江泽民跟张德江又是一条线的 所以张德江就以广东省委的名义 起扫汇报中央的报告 里面尽量缩小疫情 然后说这个疫情政治化 什么是什么叫政治化疫情 就是广东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重要 春交会马上就要开了要稳住形势 不要给外面的人 所谓外国势力任何借口在政治上攻击中国 然后主动要求中央封锁疫情消息 张德江是当时这个刚才说了嘛 江泽民的亲信 自然亲信 这个江泽民要照顾他了 所以大家看最后那个SARS找责任人的时候 SARS爆发地广东一直隐瞒疫情不报的 张德江书记没有被处分 是吧 把这个北京师长给拉下去了 把这个卫生部长张文康给拉下去了 当时2月7号中宣部下发了一个文件 对有关非典的新闻报道做指示 说有关报道必须统一口径 统一数字 要强调疫情已经受控制了 你看跟今天是不是相似 你看你十几天时间的数字得病的人 他数字就是杀不去 要统一数字 但你看当年SARS感染人数就杀不去 你们看是不是跟今天情况一样 数字是说话的 一直到整个SARS非典被完全控制了 最后的数字咱们去看啊 当时中国大陆是5300多人感染 310人死亡 你看它的比例 香港是多少 香港是1700人感染 有266人死亡 死亡数字差不多 我们认为在香港这个新闻相对来说是更加透明 对不对 所以在香港的数字是更可靠 有个新闻监督吧 香港的医疗卫生条件 是不是要比大陆整体高得多呀 是不是 很多的医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他跟国际上的医疗条件 他这个交流也很多嘛 所以呢 他不应该比大陆死的人多呀 但是你看 死亡率竟然高了近三倍 大陆在SARS取得了伟大胜利之鱼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数字里面到底还欺瞒了我们什么 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们没有知道的 所以呢 今天的武汉肺炎依然是走着老路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 官官相护 大型的公共安全事件一定转化成政治事件 这个欺瞒的本质就是保住中共的官僚体系 避免中共体制内部的平衡受到冲击 权贵们的权力安全要比民众的生命安全来的迫切的多 另外大家知道嘛 这个当年SARS爆发之后 还发生那么一个荒唐的事 是中国官方上报数字可靠性 大家都怀疑呀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有个工作组 就来走访北京的几家医院 所以当时说就搞得中共中央很被动 它来干嘛 来检查是否存在没有上报的病例 真是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走啊 美国时代周端后来就报道说了 就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 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呢 这309干了个什么事儿 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 给转移到一家宾馆里去了 给藏在那了 那么这个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呢 在这些世卫组织专家到达之前 把31名已经被确诊的这个非典病人 塞到几个救护车 转移走了 这个中日友好医院 它没办法像部队医院那样 它有能力去找旅馆 封锁住消息 别人不敢说 它怎么办呢 没有宾馆住 我就开着救护车 在北京的环城高路上跑 你什么时候检查完医院检查完了 我再开回来 当时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 当时她是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 她说 咱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 对此非常气愤 你想 他们跟着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 一起关在救护车里 搞一个北京一日游啊 多危险呢 那么中共在非典问题解决之后 会是怎样总结当年的经验教训的呢 您记得刚才我们说过 它怎么样处理社会舆论和传言的吧 消灭问题的提出者 比消灭问题本身小得多 所以呢 先处理这些问题的提出者 既然是世界卫生组织 给党的工作造成影响造成被动怎么办 改变世卫组织来消灭问题的提出者 他真这么干了 2006年通过大量的这个台底运作呀 中共推荐的前香港卫生署长陈峰富珍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职委会会议上获得了多数支持 出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 这位陈峰富珍女士正好是当年香港在萨斯事件中 充分相信中共疫情报告的 导致香港疫情扩散 后来不留下个陶大花园事件吗 居民区里面大量的得病 这个重灾区 他就是当年造成这个陶大事件的卫生署长 所以你看他担任了这个世卫组织秘书长之后 他的第二任期2016年开始 对当时新上台的台湾民进党政府 就开始进行打压了 中共利用国际组织进行打压嘛 陈峰富珍他是有权邀请或者拒绝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 结果是什么 他一拍桌子 台湾被拒绝了 台湾被拒绝于世卫组织之外 意味着两千三百万台湾人 被排除在世界健康网络之外 你还两岸一家亲呢 你把对方两千三百万的人的生命权 健康都不当一回事 你怎么跟他一家亲 就中共就干这事 这个世卫组织开始形成一套中国说了算的 所谓叫跟中国的互信机制 这样当年被世卫组织官员这个 追着满街跑的尴尬局面就不会再有了嘛 是不是 我说多少人病了 世卫组织相信有多少人病了 于是提出问题的人终于被解决掉了 陈锋安珍在去年中共政协上还表示嘛 他说中共政府现在的卫生防疫管理是最好的 结果同年去年中国大陆出现大范围的猪瘟疫 还有鼠疫 如今武汉肺炎又加入到了重大疫情行列 你看人民领袖出面了 这个武汉肺炎那会不会像当年萨斯那样 被政治运动的形式给消灭掉呢 首先呢 缺乏知情权的不仅是广大民众 就连这个各地的这个地方的防疫部门呢 它也陷于被动当中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得病 疫情的传染程度如何 这个严重性到底有多大 你怎么能够决定 要我们这个地区要花多少人 要花多少钱去面对呢 也会很被动的 所以这个咱们看目前为止 中共是只宣布的大概是224例感染了武汉肺炎 因为习近平说话了嘛 所以就跟这个当年温家宝出来讲话一样 意味着中央出来担责任了 你看呼呼喇喇喇的 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都出现病例了 他不讲话没有病例 他一讲话全出来了 香港、泰国、日本、韩国也有了 但是就这么多200多例吗 不是的 根据世卫组织采新的帝国理工学院 他有个叫做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 他给了一个报告预测 说仅仅在武汉地区 他当时用的是个baseline 就是这个患病地区 这个源头 就是武汉地区在1月12号以前 就应该有1700多例病患 你想 这都一个星期过去了 现在才说200多例 而且是全国范围的 你信吗 更让人担忧的是什么 是武汉 我们知道这武汉有个称呼叫什么 叫五省通渠之地 对吧 朋友们都知道 对于这个中国内地人口 它有一个叫放射性交通 这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无法比拟的 郑州有点像 但是郑州是空中铁路发达 这个武汉除了空中铁路还有公路还有水路 长江在这走 运输都非常发达 中国春运 咱们知道除了这个内地和沿海之间 有一个大量的人口流动之外 武汉这样子的人口分流 它主要的直接就进入内地的二线以下城市 进入二线城市以后 这个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都知道 医疗条件的宣传肯定是不到位的 那么好 传染病被发现的几率会更低 也就是说一名病毒携带者 它会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人群 今天这节目 反正我是越做心越慌啊 不是很好受 尽管面对数十年中共的谎言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一直是保持着沉默 甚至对谎言是推波助澜的 所以我们中能有几个面对报应在我们身上的灾难 可以说是无辜的呢 但是毕竟灾难即将降临 又深感痛心 有朋友问我 江峰 你别光说 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办法 我不是大夫 我呢也就是长洗手戴口罩这几招 对不对 不过我确信的有一条就是什么 也许病毒我躲不过 但是我可以远离谎言 远离邪恶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